Hello this is Beijing Daily Speak English 大家好,這裡是北京大野書英語節目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funny story I experienced in America When I ride a bicycle several years ago 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幾年前我在美國 其實發生了一件特別有趣的事情 2019年我到美國來旅遊 就住在美國的這個Surveville 田大西州的Surveville 田大西州的Surveville 就是在美國最著名的風景區大燕山 Great Smoky Mountain的山腳下 他那還有這個很著名的這個遊樂設施場所 Garlinburg Pagan Forge 在美國人都知道Garlinburg Pagan Forge 是比較有名的 他是在馬路兩側建了很多的這個娱樂設施 在這個Pagan Forge呢 還有一個特別大的一個Olemore 就是奧克萊斯 Olemore 大家到美國來呢 就是中國人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來購物 我本來也特別喜歡來買東西 所以這個經常去這個Olemore去購物去 那麼老美呢 就是給了我一張自行車 一個自行車和這個自行車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啊 在美國騎自行車是必須要戴這個頭盔的 不戴頭盔是不能騎的 這是美國的規定 所以呢 我就是一周吧 帶有兩三次 就是騎著自行車去這個Olemore去購物去 這個一去呢 可能有這個自行車需要騎半個小時的時間 再往回也需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就戴著頭盔 騎了有一段期間了 自己也沒感覺怎麼樣 到Olemore的時候就把這個自行車往哪一放 然後就戴著頭盔到各個店去逛去 就是領我快離開美國的時候 那天就是在Olemore一間店去逛 一個這個中年人吧 大概五十來歲 一個男的在店裡呢 看到我了 就過來就是跟我說了一大堆話 就這麼說 我當時呢也沒聽懂 外語聽力啊 不是很好 所以也沒聽懂 但是最後一尾呢 我大概明白他說的意思了 就是 他說這個 怎麼怎麼著 我這個帽子是怎麼著 那麼在這之前呢 我也有過 因為我從來沒戴過這個頭盔 所以我就是下意識覺得啊 我就應該這麼戴著 所以每次呢 去這個Olemore的時候 騎行車啊 就是要騎身汗的 那麼 每次到那去呢 就是都要去衛生間 這衛生間呢 一照鏡呢 就覺得這頭盔淺的吧 就是 他可能就這麼歪的啊 所以你看這個頭盔 這一個尖 一照鏡呢 我老感覺就是 有點不太對勁 這不太對勁在哪 這帽子這個尖啊 就是用北京的話啊 就怎麼老點像這個雞屁股啊 這勁啊 這勁啊 撅撅著啊 雞屁股這麼撅撅著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帽子呢 可能就是這麼戴的 後來那天 碰著這個熱心的老外了 他告訴我 就說你這帽子呀 戴反了 戴反了 就是說的 這個勁啊 不應當在這 這個十系代的帽子 應當什麼 震過來 你看怎麼震過來 這才對 戴反了 所以呢 我聽他這麼一說 我就直樂 就說的 我以前啊 就是 那麼多次啊 而且呢 我在美國就是 單獨生活 就是接觸的全老美啊 幹什麼事啊 我特別有自信 沒覺得說的 我是一個 這個 異國人 文化不一樣的 所以幹什麼事呢 都感覺到就是 我自己能夠掌控 所以呢 我就跟老外 就這麼說 說 我看不太太 那個 然後 我看不太太 多次 我站在面前 我看不太太 我看不太太 就是像这个鸡屁文 然后我就跟他说 just like put our bottom in front of but you know I ride a bicycle I'm full of confidence 就是我在骑四行车的时候 就是这种情况 我感觉的自我特别良好 就是特别自信 其实就是都没觉得怎么着 但是其实呢 就是闹了一个挺大的笑话 就是带反了 应当是这么着 我跟老外这么一比 我这么一说呢 这个老外和这个店员 我们都哈哈打乐 这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大家收看 Thanks all guys Bye